今年新闻市陶瓷瓦带来合作会结合台湾设计展 继续举办2023鹰哥产地开放日 同样有工厂建学 邀请大家走进陶瓷工厂 近距离观赏工艺制品的诞生过程 走进鹰哥的日常 近距离观看职人们打僵、脱模、修胚、石油 见证制造现场的独有魅力和温度 欣望吉祠营运长许世刚表示 今年还特别策划台日工艺现场 不只集结台湾在地品牌和创作者 期间更邀请到日本知名波佐建梢、力建梢、能做习气等职人品牌到现场 展开一系列职人不藏私讲座 来自日本的创生经验和记忆分享等精彩的活动节目 汇聚来自台湾在地及日本各地的品牌作品 在同一个场域内交流 让创作者和观者之间激荡出更多工艺想象 那我们这次鹰哥产地开放日 因为我们还是维持有工厂建学 我们还有六条的导览路线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工厂 也可以看到一些我们 一些鹰哥当地的一些人文 一些庙宇的一些文化 然后还是一些商家等等 然后都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体验的活动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刚刚在这边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台日工艺现场的这个展区 那这个展区除了我们当地的陶一家 然后我们自己这边的窑厂之外 然后还有三家的那个日本的厂商 那最重要就是像日本的波佐建梢的那个 那个马路Hero公司 然后还有从那个磁城县历煎烧的那个四位陶一家 然后还有一个是不是陶一的 但是它是在日本很有名的叫做能做习气 他们是做习的这种勇气敏的一个公司 那他们都带来很多很不一样的一些 他们的工艺品来这边展出 然后而且他们会有一些演讲 然后可以告诉我们 他们在日本当地做的一些产品的一些过程 还有一些这样他们在推动地方创生这些事情 那对我们来说的话 就很期待可以带给我们台湾人 更多的不同的视野 尤其在日本方面 他们在这边这部分地方创生 已经做得非常的前进了 那这也是我们在英哥可以去学习的一些地方 在最后一个周末 英哥产地开放日 同样还有工厂建学和台日公益现场 限定店铺及导览 欢迎民众把握时间 一起来英哥陶瓷老街 在街区走读越览在地成长记忆 和英哥来场美丽的邂逅 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导